检调还有警方都在找他 特地成立了猎狼专案 一度接到情思说他人就躲藏在法谷山 高平区的道场在忏悔当中 文件记者到现场去询问了 遭到法谷山的义工否认 外传李宗任就躲在高雄法谷山道场 不过记者来到这里询问女义工否认 他说这里根本不提供给一般性众住宿 只要有女众法是常住的 绝对不是可能有男众的乡客住在这里 而且我们这边也不接受 所谓鼓奖的住宿的部分 因为我们没有住宿的空间 我很注意啊 电话就会撞了 如果我知道我就抱上去了 我不可能让他撞人在这边 会污染我们活人嘛 义工团长甚至直言 怕着萤魔通气犯 坏了佛门圣地的名声 而高雄三民区 也有另一间法谷山的分社 但保全说完全没看过 都没有看过这个人 是没有看过 我是不晓得 这边能住吗 例如挂单这样子 没有住 不提供给人家住 为了追气行踪沉迷的 萤魔李宗睿 检警特地成立猎狼专案 怀疑李宗睿藏身在 法谷山高平地区的道场忏悔 但高雄的道场全都否认 高雄市行大则表示 没接获勤资 也没接到北部要求协助调查 所以不愿对外回应 北极点要发走安检 全台海巡也加强安检 张贴了李宗睿的照片 对每艘进出港内的大小船 都严格检查 船舱任何夹程都不放过 也仔细核对传上每个人的身份 我们安检所的部分 也是会做那个辨识小卡 那小卡的部分 就是让同仁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大概有哪些 是重大进管对象 这样那如果上船核对的话 他们也会提供相关的证件 那我们证件就是来做人员的核对 布下天罗地网 就是不让李宗睿有机会逃到海外 一定是综合报道